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而且呢 稳健操作 是我们指挥官家族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各位注意哦 我给各位一个非常重要 在股市啊 我当老师 几乎是28年的时间啊 这28年每次碰到 像美国总统大选 或是什么事情僵持不下的时候 我给各位一个最重要的建议 包含我们现在所做的 不管是稳健操作 或是呢 各位注意啊 纯金融分析啊 甚至呢 最后回归基本面 纯粹的金融分析啊 那可能就是最重要 也最好的一个答案哦 所以我先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啊 这个行情里面没有错 现在也还在总统大选 到底最后人数是谁 虽然越来越明朗了 但是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等到这件事情 尘埃落定的时候 请你注意 来 今天的台经月说 台湾明年GDP成长4% 你说老师怎么可能这么强 嘿嘿 不好意思说一件事 我们防疫成功啊 全世界都在担心说 员工会不会染疫 只有台湾不带员工可以去上班 还快快乐乐可以员工旅游啊 甚至呢 各位注意一下下 美国第三季的GDP 大幅成长7.4% 那么也有预告说 第四季也是大幅成长的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先不用管美国到底谁当选的 因为美国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那个纾困案的资金 一直在后面等着 股票市场里面 只有一件事会涨 我昨天用五个字形容 虽然讲起来有点难听 但是这就是最重要基本原则啊 认钱不认人啊 认GDP绝对比认谁是正义 谁是不正义来的重要 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你看我节目绝对不像其他分析师 拿起来就把你拿起来赌 呀今天拜登赢 明天川普赢 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如果是真的赌对了 当然他的会员可能是开心的 万一赌错了呢 一半一半 你要赌你自己赌 你干嘛找分析师赌啊 你想赌你拿钱来 你到我们公司登记 我帮你赌 看你想赌谁赢 我帮你赌啊 所以股票市场不是用赌的啊 况且内容赌只有短时间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其实今天整个行情的反应 都在我们指挥官家族的预料当中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这么说 接下来只有看 所谓两位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很有风度 让当选的那边 很能够简单的上任 而不是真的发生所谓骚动或暴乱哦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不要因为台股今天大涨131点 就跟你讲说通通没有风险了 我认为这也不是 但是呢 请各位留意一件事啊 美国那么大 就一个地方 大家吵一吵 我问你一件事 会影响美国的未来吗 美国上一次黑人大暴动的时候 股价也没跌啊 什么意思呢 因为美国太大了 它除非又发生像 以前南北战争啊 那种时候 但是现在不可能 南北战争的时候 还是步枪的时代 现在到处都是战车什么的 你用什么骚动 一下子就结束了 所以我认为啊 就算明天后天又有什么震荡 那都是短期现象 最后回归基本面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最早告诉你台湾有输 美国有纾困案可以支持 你不要怕的 最早告诉你说 哎呦今天啊 哎不是说拜登选票一路领先吗 不是拜登选票一路领先吗 各位看看 尤其是这些啊 太阳能 我是不是代进又代出啊 而且告诉你 什么时候那个讯号出来了 我发现你的老师不懂耶 如果我现在就先讲一下下好了 各位来看一下 来当这个啊 所谓的 当各位你所看到的 看看这你能不能快一点 Ctrl F1 节目时间有限 没关系等一下翻给你看 当你本来不知道太阳能赚钱 他告诉你赚钱的那天 可能就不会涨了 股票市场很多是发生在事前 当然你反而看到 啊帽迪赚钱了就跑去买 啊原金赚钱跑去买 对不起 那是指挥官家族代出的时间 你呢 好好一个太阳能可以赚六七成 六十八七十八 结果我相信到现在不止 说不定你是套牢的 这时候请你想办法跟上指挥官好不好 亲爱的投资朋友来吧 昨天我怎么跟你说的 我说不用想那么多 纾困案 纾困案 一看没有人像我讲这么仔细了 所以代表说我 黄敬哲做投资顾问 指挥官家族你跟着是稳健操作 你是非常安全的 我说啊 如果跌比较多的话就是2.2兆啊 如果跌都不跌的话 那输贵蛋就是五千亿啊 所以各位 美国人真的很聪明 他早就帮你想好了 如果出来的时候 刚好不好意思讲 我们就讲到川普 川普带一百个 拜登带一百个 两个打架了 跌下也没关系 我国会通过两兆二 如果两个握手言和好开心哦 然后股市就直接上涨 像现在股市是直接上涨的 那可能纾困金就只有五千亿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你看从月线上面看 这个行情根本没有要下跌的感觉啊 而且武汉肺炎给什么 给钱把它顶上去嘛 那现在很紧张的美国大选 一样拿钱顶上去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说认权不认人啊 那选后可能有嘎封的现象哦 OK 那今天这张当然还是有效的 各位看到没有 昨天跟你说 哎呦 今天现在看起来好像川普的态势 有一点点上来 你各位看连电是不是就涨上去了 那好像他比较没有机会的 各位看到没有 是不是又下来 其实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国家市场里面 有的时候是遇到变局 你为什么要找指挥官 你为什么要找老师 如果你连老师从能到尾都不会变 我真的发现你的老师不会变啊 武汉肺炎来了 他有带你去做恒大吗 啊 有的人跟我讲说 老师我这一整年没买过恒大 我说 我听到这句话 他我很想跟你讲说 我觉得你这辈子不会赚钱的啦 他不是涨一天耶 他从一月份三四五六 涨到六月耶 老师我这今年我都不晓得热硬大涨 3374 3373热硬大涨 我觉得你很难赚钱啦 还有人跟我说 老师我买在这个高点 那真的受不了你啦 同样的 前一段时间你说 老师我不知道援金大涨 那我觉得你很难赚 等你知道那天你又掉下来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怎么跟各位讲的 我说请你注意 我还真的 我这位老师不用做到这个样子 因为我这样讲 有的时候会得罪一些朋友 太阳不必追援金 因为大家都讲 太阳能援金最重要 我说跟你讲你不必追好不好 十月二十八号跟你说的 刚好是援金的最高点 我觉得今天要谈论的 除了我们说股票会涨停 还要跟你谈说 什么方面的危险 我会带你避开 还要跟你谈说 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一个数据 什么样的一个凭据 去评论说 你可以继续投资下去 这才是你今天看节目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不是在那边比赛谁涨停板 比赛谁猜 我猜拜登赢 我赢了 我猜川普赢 我赢了 那个没有意义 不管谁当选 我认为美国GDP还会继续成长 这是很事实嘛 因为美国GDP不成长的话 请问肺炎又来了 我是不是这样告诉你 欧洲也必须要继续成长 也必须要继续把钱丢进来 因为肺炎又来了 各位看北美洲 看到没有 通报人数940万 预估下周 南美洲1142万 欧洲1021万 欧洲还比南美洲 稍微差一点点而已 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要想过 欧洲可能是两个台湾的人口 现在已经是半个了 预测说下周可能会变成四倍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低档还有人在加码 那我没想到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他现在不仅是一个所谓的 防护衣里面最重要的 他现在这个毛利才高 第一个防护衣毛利没掉下来 你说老师 现在为什么1325的恒大不会涨 毛利率掉下来 因为口罩现在变便宜了 到处都有 但是你口罩要做什么 要做这种彩色的 女生最喜欢这种彩色型的口罩 什么姐姐谢金燕 我太太那些人都是喜欢这一型 所以他在求新求变的时候 股价这么委屈 为什么 因为低压大跌 大家说低压这个价钱不对 我低压不关美德医吧 美德医人家是防护衣材里面 很重要的 今天没有美德医 不好意思讲 那个上天堂报道的人更多 如果没有美德医 医生都不敢上班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年谁美德医 不好意思讲说 可能是所有你看到台面上 带你 不能讲带你 反正就是在节目上 你至少看到他那个距离最远 亲爱的投资朋友 谁带你距离最远 这样子一路转上来 你不要说老师 这没什么大不了 你现在这样看 长多不多 很多啊 结果被想到 他只是在这里而已啊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我说第一次的时候 根本来不及去做美德医 因为美德医每天都长停板 那时候我们在什么 在拼恒大 你记不记得 这段时间的时候 所以我没有让你落高啊 我没有让你跑掉 你知道没有 啊 我不好意思讲 我一边在做红带 一边在流口水看美德医了 这就是做股票真正的一个要诀 你一边在操作这档股票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思考到说 什么时候你应该要下车 那么全世界都在讲 你看各位来看一下好了 来 这个时候美德医拉回成这个样子 有谁会带你进场 不会啊 这不好了 这种都说 这个比较好 看到没有 这都不会跌 好棒哦 我只能讲一句话 今天美国在选总统 你最重要是要选个分析师 选个好的分析师 有些分析师 我真的必须直接说一件事 他反正上了台 就是想骂招会员 招会员之后呢 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帮你操作 我想如果是追高的话 这样的认真可能也不太能够让你接受 那当然也可能是不认真 你说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要带你最高很轻松啊 援金 大涨的时候大家都说大涨 OK啊 太阳能景气很好 我也这么说 尤其是我讲最久 我还得帮你踩刹车耶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反而这种所谓从山上滚下来的 谁最成功啊 合一到这个地方又有人说 老师又怎样了 我说你再顶着 你再等着 你再等着 还没 时间还没到 注意哦 接下来呢 两大方向都有了 因为重点是在于说 科技加上升级都有机会 我先直接讲 如果美国啊继续啊 继续打拳击 反正一个74一个73嘛 两个如果都不认输的话 因为都是最后一次啦 我真的很怀疑说 美国还有人 80岁可以选总统啊 那升级有没有压大一点 那这档股票又有升级又有科技 这基本上比较安全 第二个 如果基本 如果是选后 很快的选出一个总统 那科技股票会跟上来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档股票是就具升级又具科技 那么我已经把你过滤再过滤了 完全不会受到美国总统大选影响 而且选前整理 注意 我昨天就会讲这句话 第四季大暴席 这才是最重要 你需要选的各种 欢迎各位 想办法跟我先布局这档 选后科技加升级 而且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指挥官有个稳健操作 而且看在市场前面 请你赶快跟上来 运达投顾黄老师过好年计划 从现在开始一路到农历封关 只要二分之一 只要二分之一 请立即把握 今天红包自己发 老师帮您累积财富 一路赢到封关过好年 所以要再见 0227810909 三倍券 小Kiss 振兴3.0 超值又加料 给你鱼吃 再送你吊肝 轻松获利 又练就一生功夫 刷在线 0227810909 02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计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正宗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在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检或聚策 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价防治教育 或酒瘾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价 也加重处罚 酒价零永热 内政部警察署 关心您 在这一段全世界的乱流当中 我希望各位看到指挥官家族 稳健操作 而且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的基本原则 各位注意哦 我的标题你不会看到说 是什么川普当选 拜登当选 我的标题是最早跟你提到说 原来美国后面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一招 叫做纾困案 这个纾困案 其实不是要对美国总统的 反正是有钱最重要啦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美国房地美 房利美 金融海啸的时候 拿什么出来 拿钱出来 同样金融海啸 包含武汉肺炎的时候 拿什么出来 拿钱出来 美国拜登跟川普 僵持不下的时候 拿钱出来 所以美国稳定经济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看到没有 稳定经济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美国还在大幅成长 台湾因为今年紧定美国 所以机会很大 第二个防疫最重要 防疫最重要的台湾 你看 GDP是大涨的 各位看到没有 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防疫最重要 甚至今天各位 也可以看到美德伊 或者说各位 这两天已经看到了 那么俄罗斯外面 已经开始人满为患了 那么你想也没想到 布鲁塞尔 比利时 这么先进的国家 我当时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 当法国一旦宣布封城 台湾大条啊 你知道什么叫 台湾大条啊 如果你看过巴黎的路 它是一个所谓圆形的 放外放射的路啊 跟你以前那种条条大路 通罗马的道理是一样 巴黎跟这个罗马 他们几乎是可以跟全欧洲 来做一个畅通的 那这个畅通的状况之下 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件事 欧洲是没有国境限制的 所以一旦巴黎中标 就跟以前意大利中标是一样 马上全欧洲就通通中奖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 整个欧洲现在连跨个海的 英国都动没了 所以我必须要认为说 这种火箭式飙升 全球确准人数超过两个台湾 接下来最紧张的其实是 下一个美国总统 美国人其实最紧张 因为这美国跟欧洲体质相同 随时随地这么互通下去 马上出事情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防疫还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你看 我有没有跟各位乱写 两个标题 所以我说现在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我不在乎今天 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哇一口气讲个五六支掌 你满给你听 我在乎的是 现在我一档一档的布局 能不能很稳定的跟各位讲 你看选前大家说 太阳能没有问题 台湾政府很好 我跟你讲 它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没有错吧 亲爱的投资朋友 而且有些股票的讯号 你要真的跟上像我这种 在股市当了二十八年分析师 研究人家分析师加点二十八年 跟上这种老手你才能够知道 亲爱的投资朋友 咱们来看清楚一下 通通开始赚钱 我没事跟你写这个干什么 没事跟你写这个干什么 八月份赚零点二三元 没事跟你写但是干什么 没事跟你写说 茂迪赚零点五一元干什么 我没事跟你写原金九月份 零点一二元干什么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九月九号的时候 开始跟各位提到国朔 节目只能讲提到 当时是十三块五毛钱 十三块八毛钱都有 然后一路上往上涨 当时在涨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说 它跟台湾之间 其实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 那以前的太阳光是拿来干嘛 晒岩嘛 那我跟你说 现在太阳光拿来晒岩 岩一包不值钱了啦 现在到处都有办法 而且用化合物更快 用增的更快啦 所以拿来干嘛 拿来做太阳能 尤其地都是盐的 也不能种东西 对不对 所以一路上来讲的话 国朔就一路上涨 创新高进入中期整理 我跟你讲 中期整理之后 还有下一波你不要紧张 还有 应该还有 没有时间再印了 总而言之 总之 我说你等你看到啊 那时候所有人都说 国术没有赚钱啊 我等你看到赚钱的时候呢 对不起 他可能就休息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援金不也一样吗 23块钱的时候 20块钱 其实十几块钱 没有时间去注意他了 20几块钱的时候 有没有人说他赚钱 没有啊 等到等到等到 涨上来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啊 还没有赚钱是你的机会啊 我说云林是全国最大的绿电产地啊 我说援金跟云林跟嘉义 跟屏东来合作 所以他变成是最重要的 太阳能力的场所 各位你还记不记得啊 结果呢 等到涨上来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没有 只有指挥官家族一直跟你说 请你赶快拼下去 68%都出现了 价差达到68% 然后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当看到这个援金开始赚钱 来我现在要问一下了 前几天是不是有人告诉你什么 援金啊 他现在在特斯拉的屋顶上 特斯拉的屋顶跟特斯拉的车子上面 要装太阳能板 所以援金有多好多好多好 我问你一件事情 这个消息你有没有去查证 第二件事情 就算有 特斯拉车子顶的太阳能板是几公顷啊 跟你云林线怎么比啊 所以后面的利多 没有办法对前面利多做加持啊 国家市场有上车也有下车 我当然知道说太阳能缺 我也是这么告诉你 但是什么时候你该上车 什么时候你该下车 我再问各位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了 各位看到没有 1325的恒大 请问一下以前有人说他赚钱吗 以前有人看好他吗 等到八月九月的时候一宣布说半年报赚了八块多 这时候是该上车还该下车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句话 如果你选错了投资顾问 那我就真的必须要讲说 那真的错的可能就是你 我也甚至就直接这么说了 今天看起来涨上来有人说是川普当选 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宣布当选那天 他反而也不见得马上就会涨 要休息一下下 你说对还是不对 股票最后还是回归基本面 当然也有人说是拜登当选 我都不知道 总之我也不知道 知道我也不会讲 这个才是最重要 那谁能够维持美国第四季经济成长率 还会更高 那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明年还能够继续 明年一定要成长啊 刘老师 明年为什么要成长 你问问他们嘛 虽然长龙航不讲话 但是长龙航的小弟弟星宇航空 各位看张董事长可是很直接了当跟你说 我现在过得很辛苦 张龙发的小儿子都过得很辛苦 哪一个旅行社的 你看2704的国兵饭店现在干嘛 今天长大员是准备要把国兵给拆了 准备要重新做都市更新 饭店业子也还是哀哀叫 旅游根本没机会 连帛流都要旅游泡泡都还没机会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来今天来我们就只交代这件事了 为什么要说布局 我也没跟你讲马上大涨 任何拉回我们都会想办法拉你布局 为什么 因为行情是十字线 请问各位 上这个月不要讲 上个月有这个下影线 摄影师照进来一点不好意思 辛苦一下下 上个月你是不是想买在这个区间的低点 12144 12144 12144的附近嘛 所以一旦有这种利空的时候 你应该可以来做一个买进啦 那这一次呢我认为台股因为第四季比较强 所以你看到没有 道琼其实又回到这个乡型区间的低点 台股好像只有一半喔 各位看到没有 台股只有一半喔 这只脚没碰到喔 代表更强喔 所以我说过 一旦有这种压回的时候 第一个你可以压区间整理嘛 对不对 这个钱为什么不赚 人家要丢两兆 你再分一点你为什么不赚 两兆美金耶 人家丢五千亿美金你为什么不赚 所以股票市场有纾困 我老师跟你讲一件事啊 你说老师那什么时候才真的 应该是那个像空头讲的一样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如果政府不丢钱下来那个时候 连我都要赶快卖啊 而不是等那个股票涨上去之后 拉回来讲 当做他这个地方结束了 我发现很多空头啊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下 因为一旦真的所谓的 确定是谁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就直接赶上去了 请你要特别小心喔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 像这样的个股 这怎么叫放空呢 我实在搞不清楚啊 结果今天红K棒还拉出来 你看三角形整理的末端是不是出来 我说你第一个 你不要选钱大涨的 选钱大涨的不是三角形啊 所以股票市场一顶五一 基本上的原则 你看看这里是不是整理 要整理多久 要整理多久 有援金的你赶快来找我 有反弹想办法赶快出我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大涨的股票一定要整理嘛 我没有说合一不好 但是他整理完之后 再上去嘛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你偏偏买在那个整理的高点 就像合一买在四百块 你也到现在还没减耗啊 不是这样吗 整理完的 你看人家整理了多久 这才是你该选择的 选后 他有科技的观念 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我跟你讲 生计 我会到目前为止 生计还是压最好 而且到了12月底的时候 美国肿瘤年会 到了12月初的时候 美国再生医疗年会 这些同时都有机会 来带动我们台股 未来的一个成长 尤其是生计股的成长 那么特别是现在 国际上的疫情又很重了 其实台湾可以扮演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来不及讲了 你看前一段时间 我是不是跟你讲 六四九二的申华科 六四七二的宝瑞 都创新高啊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 真的看到行情最重点 科技加生计 请你跟着我一起来布局 然后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我们等你电话 越早布局 越能够享受未来GDP成长 而且能够享受到第四季 大幅成长的资金行情 欢迎你跟上我们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投顾黄老师过好年计划 从现在开始一路到农历封关 只要二分之一 只要二分之一 请立即把握 今年红包自己发 老师帮您累积财富 一路赢到封关过好年 需要再见 02-2781-0909 三倍券小CAS 占星3.0 超值又加料 给你鱼吃 再送你吊肝 轻松获利又练就一生功夫 刷刷线 02-2781-0909 02-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正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在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预防电器有灾 用电不得超载 电线不滚绑 缺制方法 比较安全 操头不潮湿 无损 不使用电器时 请拔掉